阿闯师兄 你叫我 对 手游最后一关的BOSS 还没有做掉路测试 你 在电脑模拟器上坐一下 好 对 掉率是千分之一 所以你至少得做几万次 才有准确的数字 你统计一下概率告诉我 去吧 好的 阿闯师兄 我想请问 之前我写的报告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我没有给你添乱 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 来 先坐吧 爸 平 就你了 哎 不会又欺负你了吧 没事 几万次 那我要刷到什么时候啊 这类BOSS 我在倩女里刷过很多 特点就是邪后 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打败它 它就会陷入狂暴状态 我可以设计一个后台小程序 让电脑自己帮我刷呀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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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让你做掉落测试吗 你在看什么呀 你不要以为报告没问题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阿爪师兄 我想做一个后台小程序 让电脑自己刷 这样可以更快一点 你看 谁 谁 谁让你用自动程序了 你 你们女生就知道偷来 你好 麻烦问一下实习生报道在哪儿啊 你的名字是 赵二喜 是人事部 你可能要快点 谢谢 谢谢 真经理好 今天装画得不错哦 卢伟伟伟 你肯定想不到真水无香居然是你老板吧 贝贝姐 爆料爆料 我是开发布的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们都是吗 我也是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都都搬交啊 说什么呢 赶紧去各部门报道去 哦 程序助理已经很多了 该不会被分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吧 哎 那这个是你的 姐姐 总务部是干吗的啊 哦 你稍等 我带你去 以后啊 那个靠窗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阳光和空调都非常好 进出也方便 姐姐 我以后的工作是什么呀 你的工作啊 经理会告诉你的 这样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啊 哎 姐姐 哎 能不能问一下 工资是多少呀 你的话 一百五一天 一百五 嗯 一天 嗯 这是我们给顶级实习生最高的计则 不如有事随时来找我啊 哎呀 这个公司真是好呀 连我这样的小事 新生待遇都可以这么好 工资还是一百五一天 再加上曹光每天给我的一百 啊 又是二百五 一天 嗯 一天 嗯 有没有 这些人 你怎么不要 我会想吗 有吗 有 有吗 你没想到 有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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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有吗 谢谢 他 哎 您好 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不用不用 你坐 你坐 这一百五一天拿的工子 也太爽了吧 好好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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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贝贝姐 新来的这个实习生什么情况呀 总务部一天都忙成狗了 哎 他就知道在那儿玩手机 什么意思呀 你说他呀 他应该是邵东家的关系户 不是吧 就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 他 可是被邵东家捡回捡历的那个人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还跟邵东家眉来眼去的呢 哦 真的假的 要不然 你以为我愿意帮他忙前忙后的安排啊 邵东家 他品类怎么这么独特呀 他叫什么名字 吐死了 招儿戏 我吃好了 我先回去了 哎哟 我先回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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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拥在来 你等一下 行 是 是 什么 你怎么临程这样了啊 我出门吃饭的时候还没下雨呢就没带伞 你不知道今天有雷震宇啊 全公司的员工都在公司吃饭啊 你暴露去干嘛呀 没什么 我就突然想吃那家的菜了 突然间的刺我 擦擦吧 谢谢 哎呦 哎呦 啊 啊 二爽 你要不要喝点热水啊 不用不用不用 啊 二爽 好 我看你感冒挺严重的 你回去休息 我给你请假 呃 我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呃 一会儿看情况吧 我那儿好像有会儿感冒药 拿来给你盯着 好 谢谢 没了 算了 帮她买一盒去 喂 赵总 哎 好好好 我马上发 帮我买会儿感冒药呗 谁感冒了 阿爽感冒了 我呢 要去给她买感冒药 这不吗 刚接一电话 让我传一个紧急文件给客户 帮我跑一趟 好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如果阿爽师兄知道是我买的 会不会宁死不吃啊 那就等她吃完了再告诉她 她还能吐出来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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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